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再来收看紫囚高峰会真哥开讲 我们来看一下在11月17号的时候下午1.03我讲尾盘买6695 为什么买尾盘就不跟人家争盘就买尾盘40.6 40.6因为收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档股票的话叫 甲农生气竟不如数横行看一下是什么心顶 我说这样你看不太清楚对不对 你看不太清楚 隔天过几天就涨停板 6695 我讲的是这一天 我讲的是这一天 唯买是这一天 11月十下是这一天 那隔天我们继续加码对不对 涨停板涨停板 我们就赚这两支涨停板已经出掉了 一个礼拜能够赚20% 这很爽了对不对 已经出掉了 昨天涨停板45.15 今天卖在48 这个地方 出48后利20% 当然今天也是涨停板 不过我们没有卖到涨停板 卖48 所以甲农生气竟不如数横行 因为它本身的股本小 我只做两支停板 那如果说从底部上来 因为是没有征兆 不敢买 这里就知道了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就知道了 这是心顶 那心顶 我出掉的点刚好来到48 一喊出到48 我没有涉停卖 所以要预备 我们在11月17号这一天 就买什么 11月17号这一天买尾盘 说41.35 然后呢 隔一天再隔一天买多少 买41.5 然后接着就是买开盘价 开盘价40.8 涨停板再涨停板 这种股票赚了就很爽 那你股票 你要买对来 你不要买错 买错的话 我们讲实话 现在的社会 到处都是要用到钱 我们来看元太 元太我是空在这一天 194 元太 空194 11月14号空元太 194 168反向做多 好股票 这11月14号空194 那11月22号 有没有 22号168反多 今天收盘169 大量 底部带大量反弹 因为量都洗掉了 所以我只做 我只做这一段空 这一段翻多 好 那另外呢 我们还布局一档空单 那空单 双压跳空的技术形态 这3454 3443 3443的话呢 这里是 本来跟 跟这个6533 金星科一起买 只有买金星科 没有买它 那没有买它呢 很快的 从383 涨相近一倍 那这里产生 叫技术形态的 双压跳空 双压跳空 这个空啊 你们不太会做 你们就看看就好了 不建议你去做 那这个技术形态呢 空在这个 737 今天多少 706 737 706 那这个选后 可能就要大修正 这是布一档空单 那你空单的话 我们这台台性的观众 投资人都不太做空 所以我讲讲就好 这是我们空的 那当然今天来到主题 这一档是风股情味料 那这个风股情味料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前天 它是打到187 收盘大高来 这一档股票 187 各位知道 哪一档 我这里不讲 你打电话进来确认 或许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不是今天的收盘价 这是昨天 从199摔到187.5 再拉高到198 这档股票是昨天的收盘价 我给他取名叫风股情味料 那这风呢 要风到哪里 风到外太空 这个价格是187乘以2 这个行情它会乘以2 它会涨到187乘以2 那不确定的 你要确认一下 曾老师你说这档是三个股票 你跟卡上去 免费 免费送你了 标股情味料 那将来呢 它会标到外太空 你想说187算什么 这将来会带乘以2 我们在做北极星的时候 我们88.8就买了 过高点 109.5再买 那我们是买在这里 对不对 那昨天回档 今天又上来 所以呢 它还是一个属于 经经涨的行情 那我说 这档股票还要追 11月11号 这档股票还要追 追什么 自寝 4162 4162 我说这档股票还要追 我们如果即使追的话 是追开盘价在哪里 119 120 昨天涨到140 昨天 带量修正 今天再涨 所以你说 做股票 你要非常有耐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标股情味料 这档股票 这是昨天 昨天的 昨天的土 不是今天的土 我说用今天土 你一定看得清楚 那昨天的土 你就看不清楚 对不对 开盘 拉高199 刷到187.5 收盘198 昨天收198 标股情味料 将来呢 它要乘以2 乘以2 所以187.5 还要再涨一倍 所以呢 明天呢 我或许把元太 或许把空单的创意 整个集合起来 就进攻这档个股 那我6695 已经卖掉了 对不对 6695已经卖掉了 那我们就集中 所有的力量 要做这档个股 如果说 各位想共襄胜举 这档个股叫 标股情味料 封到外太空 那即使 我说3443 它这个是等选后 它才会大跌的 那我赚 我也赚 对不对 给会员赚737 现在706 有没有赚 赚了 赚了我就小赚 我也不要再等了 对 我就等到 我就直接买 风股情味料就好了 好 那我们再看 跟创意相关的是 这一档 叫做联发科 你看联发科 它742 跟创意是两兄弟 都是700多 昨天看到707 对707 那他们都是 在高档整理的 那你说像联发科 那么大的股本 那么大的股本 它也是一路挺进 但是联发科 它会不会再上涨 它在这里会做顿化 所以呢 即使有联发科的人 即使有些 高出不升行的人 我们就建议买这档 叫风股情味料 那我说 我不用电脑 什么三线翻都翻空 我直接告诉你 它就是乘以二 上次股票不是更帅吗 187乘以二 你如果说呢 你跟我做这样个股 将来会大赚钱 所以你说像我的3443来讲的话 像这种股票 做空是赚了一点 打打的打打的 我也受不了 这个我受不了 那你像这元泰来讲的话 我做空在194 补在168翻多 现在收盘169 我也受不了 所以呢 要嘛就是做这一档 标股情味料 直接乘以二 那现在选举行情好坏 你对标股情味料来讲的话呢 你是完全是不用去care 为什么 他就是他走出他自己的世界 416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走他的世界啊 昨天到了相对高档 他震荡 今天又回升 昨天的量很大 昨天有27000张 今天呢 有2000张 直接 昨天是空的筹码 今天是做的筹码 完全不理会 昨天空的筹码 直接就飙上去了 所以标股情味料 我告诉你 187将来会涨到乘以二的地步 你慢一天 你就少赚一天 所以我说 元太我其实很会做 我已经不想做了 我说我空这个创意 本来是要布局选后 一个回档修正的行情 我也觉得他太慢了 你要真的快的话 像6695一样 对不对 给我两天两支掌停板 而我们是切切实实做到 我们也是买了好几次 买在11月17号的收盘价 买在11月21号的收盘价 买在11月22号的开盘价 有没有 连续买 然后两支掌停板 今天是选举行情的布局 布装点 所以呢 我讲的2615怎么样 他是稍微反弹 对不对 所以你要再去 再去期待万海 这个一路上攻到300200 那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的希望会寄出在哪里 你的航运三雄 怎么航列航不出 他空头境界 标股情味料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他会涨两倍 我问你万尔会涨两倍吗 不可能 2603会涨两倍吗 不可能 2454的连发哥会涨两倍 不可能 对不对 3443这个我放空 他能够跌多少 我都全部放弃 我就是呢 明天要给会员做这一档 所以你打电话进来 确认这档是什么 我告诉你这是昨天的 不是今天的 我告诉你今天那就白讲了 那么标股情味料 我在讲 他的目标价是乘以2 187.5乘以2 会到多少 你自己算 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股市散户站起来 588团结专案 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 你不用单打独斗 大家团结 团结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页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页投顾 0285113366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心鼎的标股 连续标两支停板出场的 我说我有出场 我就有出场 但是我想标股情味料来讲的话 没有赚个一倍不出场 就只做一支而已 所以回到现在 就是说 现在只做一支股票 什么空的创意 空737的创意 这个原泰 空194补168 反做168的多单 那心理是多单 已经出掉 赚了28对 我们这些全民 下个礼拜 明年开始全新的布局 就只做一档 叫封股情味料 看一边那下 封到外太空 但是心鼎来讲的话 昨天的涨停板 我怎么说 11月22号的8点48分 心鼎 41块买 直接拉涨停板 那么心鼎呢 11月22号 涨停板 那我们来看 655 那我们看一下 昨天是开盘没得到就涨停板 今天还是一样的个性 它的个性一样 对不对 直接开盘就涨停板 我们刚刚卖到 卖到48 差多少 差1块6毛5 那这种个性就很好 对不对 做股票的个性就是说 要有涨停的概念 那要涨 要能够疯涨 我放空 要能够疯跌 但是 我们这台台信 做空 会赚多少钱 你们都不会想去赚 4943康控 对不对 跌停拉起来 再杀跌停 这叫做拉高出货盘 没有用 你去买康控 你去买康控 这三千 今天成交三千多张 3049张 有什么意义 就等死而已 等得吓死而已 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那康控来讲的话 跟康有都有康自备 而且后面还有个尾巴 是KY 吓死人了 以后 自己 也不是说KY就一定不好 不能说 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对不对 我们讲话 这不理性 那有的KY也不错 KY不错 那不错是不错 不错到哪里 股票是要太多了 我们只需要什么 上车台 我们只希望给会员做涨停板 给会员做涨停板 给会员做涨停板 你跟着我是买的是 新顶 跟着别人买的可能就不一样 可能不一样 我们是 股票是赚钱赚不完的 不用去花时间讲一些 LOCK SOCK的问题 心定 毕竟呢 我们在这两天是赚两次涨停板 是确确实实的事情 不是两天 分着这一天 对不对 11月17号买 再加码 涨停涨停 这五天两次涨停板 一支股票 所以将来呢 我们会把这个多空单全部收掉 把会员的 所有的能量 都挤到这档个股来 这个叫标谷情味料 标 标谷情味料 它 什么叫情味料 它要乘以二 它要乘以二 这是昨天的第一点 187天要乘以二 我就不用放今天的K线给你看 直接讲答案好像是没有什么意思 叫做标谷情味料 标到风 风到哪里去 外太空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它这种行情 就是洗盘以后再上 洗盘以后还会再上 昨天洗盘 今天再上 今天再上 再上 再上 这样还会再上 那做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目标既定的股票 我比较好拿 你比较好做 那你说 像343 我知道 它也要向下修正 不想做 这赚了二三十块 已经不想做了 那8069来讲的话 你说 我做得很准吧 空194 补168 168再做多 今天169 对不对 再上去也有限 要嘛就来一个什么 你告诉我 哪一支能风 哪一支能够标 我就做这一档 标风的个股 风骨情味料 那风骨情味料 基本上来讲 的概念就是说 我也不用看美国怎么涨跌 我也不用看选举什么结果 如果说 选完局之后 11月26号 选完局之后呢 产生一个 蓝续极大对决的一个情绪反应来讲的话 我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了 你如果说 up and down 上大涨大跌 你就买上跨市 这是属于另外一个领域了 那我这个做 我又不带选择权 对不对 我也不带期货 那我带你做股票 我只好是 很确定的告诉你 这个187乘以2这档个股就比较好 187乘以2 因为我没有讲个股 所以我不涉及到炒作股票 所以各位要了解 你要保护我 你就打电话进来 问这是对一支 我也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讲 这是哪一支 我明天开盘就要买了 明天开盘就要买 明天开盘买很重要 明天开盘买很重要 为什么 重点是我发的讯息 是我都很早就发讯息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8.48分就告诉你 要买 开盘一下就涨停盘 今天开盘一下又涨停盘 我8.48分的时候 我就会发讯息给你 这档标股请未良 封到外带空的这档个股 是哪一档 所以你打电话进来也好 入会也好 我都欢迎你 你可能会心里面想 就是说 我贪得多贪得来入会 无所谓 你自己去想 你就打电话进来问 这档个股呢 如果我帮到贪大钱 我不用再留你 如果我帮到贪大股 如果我帮到贪大股 我帮到贪大股 我帮到贪大股 就没问题了 不是贪大股 不然也不会去 这样有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就是说 标股请未了 我明天所有会员 集合起来只做这一档个股 我现在是告诉我们所有会员 所有会员的股票都收掉 就是8.48分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这档是什么 我们就开盘一定要让大家买得到 你有想要跟我做的 就做这一档 其他的免弹 所以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 重点就是说 我会在第一档时给你买得到 我会在最后一盘让你买得到 我会在开盘让你买得到 买在哪里 买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买在这个地方嘛 开盘 我真的要买得到 我会收盘买 那前一天买 我会叫你开盘钱就买 那这是务必 使命必打 必定让你买得到 因为我要让你赚这个 这个187乘以2的这个钱 所以明天所有会员只做一档 如果说很确定的 一档会大涨 那我做一档就好了 我干嘛 又是ABCDE 我还要A到Z26档 没有一档能涨 还有呢 凡了AEIOU5支 他上涨21支再下点 这是字母的26的话 26字母的排序 AEIOU26档之后5档上涨 其他21档再躺平 那没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从A到Z全部收掉 只做这一档 我本来股票就不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三晶亮晶晶以后 就是开始要做这一档 那我觉得就是说 你对于大盘的猜测 你对于大盘猜测 今天又是14600点 对不对 那你说选举只剩下两天 他飙上去的 他会飙到一万五 我们就已经不再话下 我们也不用再讲了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跟大盘先行是一样 是兄弟 因为大盘跟台积电 是台积电在带着大盘再走 闯荡江湖全是靠台积电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要选举 好那我们讲选举与不选举之间 我们去做一档 比较确定的事情 就是说哪一档股票 可以带着我这个187 这个洗盘点乘以2 如果这主力洗盘点洗下来 他要做一倍 这样比较快 凡事来讲 确定的事情比较重要 确定的事情比较重要 我生日那天10月25号 台积电杀了一万五千张 结果是底部 台积电走下去 一万五千张赶快杀 还有上去的时候呢 零零星星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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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上去 对不对 所以大砍那天的时候 大杀那天的时候才是大买的时候 那天是370亿 现在已经涨到加120块 对不对 已经加120块 所以赚钱一定要有想法 不能呢 人家砍你就跟着砍 哇台积电跑去国外咯 台积电掏空咯 老公来要炸掉台积电咯 大家心惊惊惊忌压 心惊惊惊诊帮下去 懂啊 这把这家插不到 听一下上面对不对 对 判断才是重要 听什么都对 你从你当千里尔顺风尔 你百般的判断 但是还是一个判断 那所以呢我们判断就是说 这档股票会让你呢 赚不完 能够赚不完的我们就不要去赚那个 从字母26档A到Z 然后呢 只有AIO5档在上涨 涨一点点涨两档 其他都躺平 你要那种干嘛 这就不是分析的重则 当我们分析到一档股票 它开始要大涨的时候 我就做这一档就好了 所以 过去我们做精心科对不对 过去 过去我们做的是精心科嘛 315买进 现在怎么震荡已经不理他 因为我们就出在这一天 我们这11月11号就出掉了 6488环球经 我们11月11号我们出掉点 今天又回来的 所以我们讲环球经 还有呢 还有3406的玉京光三经嘛 我们就出掉这一天 11月16号 就这一天 他还有一些没有赚到 所以今天 已经快节目结束的时候 你把电话打通 因为我们收费人要做这档下路 你要跟我们共将胜体 从187乘以2的这档个股 麻烦把电话打通 一起共同彩路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